帅领众人唱歌的正是民谣国宝张日贵 他是国家重要艺术保存者 我那个民谣的幸福要唱就是我妈妈那儿来 我妈妈就跟她说我送给酒 爸爸不义了 她过我两个之后要做工 她现在又晚上要睡一杯酒 现在酒吃到她就上香 上唱这鱼母盆 那鱼母盆 我就想说我不敢问她 我只在唱这就是什么歌 我怎样我听到我自言的那鱼母盆 在那里面要出来一声 那就是唱那鱼母盆 这样 我只在唱这鱼母盆 这鱼母盆 这鱼母盆 是有名的枯架歌 她的歌词带出母亲 对即将出嫁的女儿 不舍得心情及叮铃 而民谣国宝张日贵 更用独特坎波音 让这首名谣唱到每一个人的心坎里面 那时候我那时候我比较少年都要做工作 回来还没学生区 还没学生区 还没学生区 就来这里去担 今天要去中鲁 要去门州 那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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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到那边 那儿子 那路要线 那些工 我怎么 Hasta去到那些工 我都在捕 那些工 我捕得二绞 时间到清单 那些宗教授也很可能 不可以那像一样 妳都在家里 想他就在台南 到这儿 要擴益我们的民谣 要擴益 现在我所不配合他 不得了 所以我就配合他 我不知道说我唱到大声音乐我就笑 张日贵正在唱的这首歌 为风港小调 是当时钟明坤教授带他 一村又一村所传唱的歌曲 钟教授 钟明坤教授 在六零年代 陈达的吟唱让众人知道恒春明瑶 而在八零年代 张日贵用满洲唱腔 继续传唱着满洲明瑶 这首相的音乐 我们的风港小调 跟音乐一村一村 所以风港小调就特别的音乐 到这里都要用料料 如果 那种风港小调 或是五床 或是十三匹 没用到这里 差不多就这一匹音乐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的风港小调 才特别 明瑶传承 不仅要花上很多时间跟精力 更重要的是 要有一份坚定的热情 国宝张日贵 就靠着这份热忱 传唱明瑶数十年 不仅是满洲乡的村民们 很早之前 张日贵就到国中小学去传唱 我上次带来的就是英港国宋 英港国宋 带来到万洲国中 我都在带他们带这边 带我带几年 都没有带钱 我一直想要带团圣下去 没钱没劲 他们都让我一点情绪 啊 这是高历二来的边厢 一定不能 comprehensive 教阿嬷,这一条 不跟他们打 不跟他们 Respect 已经在lais得挺好的 给你们因为整个厄司 判得是信心的 民谣国宝张日贵 就像传道士一样 把民谣传递下去 只要有人问他 他都不会藏私 一定把毕生绝技交给大家 热爱民谣的他 挺着硬朗的身子 继续把民谣传承下去 在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原当中 一个爽朗的歌声荡漾着 唱歌的人正是民谣继承者 张碧音 张碧音 过去以后都已经 没有人在习 没有人在退工 我都说自己都冲那里 留下的十个年纪录 今年有十个年纪录 他还减一的 他就减两的 现在中教所也在投机 说我们这个文化 都没有起来 就说 他有来跟我们说 叫我们说 让他拜托 做总監事 来看这个工作 一年纪录下来 几十年 他准备去婚恋宅阿嬷 这样在设计的时候 头红落后要去 问贡献宅阿嬷 我有在做生理 减肝修法库 日子也没得到 翌日也没得到 所以那时候 我们两个 父母真的做生理 做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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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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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祭祖老师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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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祭祖老师 现在去 去祭 出一串 再来一串 再回家 再回家 一串 来回四串 晚上 他要去祭祖老师 有时候去祭祖老师 我也要整理 要去祭祖老师 祭祖老师 那时候 有时候他没来 就我要整理 就都没有到 12点过去 这样到 可以人家去睡 所以身体 累积了 到那时候 要去 贴家人 我都没得到 我也一直乱谈 我自己做做生理 我 我 我为这面料 做到身体 败去 我这样做得对 所以那时候 真的 是 内心 真的感激 贾安尉 是说 今天 我的 身体 为这面料 有败去 但是有听到 出去有听到 人家在穿 又会会怀念 那时候 那时候 都很怀念 我在娶的时候 很怀念 都这样 可以说 转生 就像当铺 没去 没去 都有走到头 当年的艰辛 张碧英 已经释怀了 人生历练 也成为张碧英 创作的灵感来源 我 会来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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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带来 对不对 有带来 带来 找到铺 加入带来 跟壁 优优狠 你若人真做 对不对 有带来 带来 又有带来 对不对 不仅这首无孔小调 它还有许多创作 满洲当地景色 人文背景等 都可以巧妙填入歌词中 瞧瞧它开心地跟我们分享得奖的趣事 这些长状都是它辛苦后的成果 传世之后就是阿嬷的这个价位要四年 我们自己的那个 这是算作无形之产 那当时阿嬷这个价位就是爱有两个野生 他去给人感情就是说 他现在就是文化地方的传承人 他爱有两个野生就是爱跟他团出来 所以你说我这不勤 我这四年里面误会的 所以所有的刀都会好 你看看我还要用多少心情 多少时间去误会 才能够得到 这四年里面十几个刀 我们所有的现存地区六个 没有担心来说有五个刀 我自己都是这样误会的 你看看 所有十通刀都要误会 我都把它误会起来 他这个价位要四年 四年当中 半年靠一次起中考 还有起末考 靠四年后就八次 还有一次毕业考 明谣传承人张碧英 背负着张日贵的棒子 要继续把满洲民谣发扬光大 张碧英说 这个任务不容易 但为让传统文化留存 他一定会继续努力 王阳岳 现任满洲民谣协进会理事长 每天忙着进货点货外 他还要联络协进会的成员 安排练习地点及时间 我们那时候就是 有些人都妇女 比较大多数 每个家庭里里面都听着没用 就要担好他们 更容易我都要跟他们联络 这样去的时钟 所以有时候 那个有在家 那个没在家 那个没用 那个也没用 有时候都 但是说30个要联 有时候就存20个 因为他们是时间上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在联络的时候 我们先生就要坐车去 给我叫 有人买自己买东西 人家在那里等一会儿 让我就要再回去 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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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民谣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所花费的时间也超乎想象 但王阳岳从不喊辛苦 他享受学习民谣的乐趣 每年满洲民谣协进会表演 都可以看见王阳岳的身影 王阳岳只要一有空 一定会参与演出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把这个民谣 发扬出去 传承出去 让这里大家参战的人 可以真正地听到 我们在地的满洲民谣 让他们更认识 我们的民谣 祖先传承下来的乐情 谈的是土地与人们的故事 在这个镇上 庶民传唱的民谣 从孩童到长辈 都能够朗朗上口 代代传承的歌谣 会继续延续下去 造访国境之难 不妨来满洲 散步在这乐情小镇上 聆听那最美的音乐 也许你可以一起 风巍巍 歌朗朗 我在满洲唱民谣 踏进发881-2-2-3-8-34-1-3-4-5-31-5-3-3-5-5-5-3-4-5-3-5-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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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5-5-6-6-5-6-6-7-4-5-6-7-6-6-5-6-5-6-7-1-5-6-5-6-7-6-6-6-7-7-6-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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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天按火尽